3點57 我也不是很興趣 就叫我們4點出發 就去找螢幕蟲 對啊 真的是蠻偏僻的 現在是差不多4點左右 我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我們不是自己有帶燈嗎 對 為什麼燈不開呢 看一下 看 是不是你看 這樣就很明亮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 真的是有螢火蟲族 螢火蟲 大哥 大哥 你好 好 這有水溝喔 這有水溝喔 小心喔 來喔 這裡也是有人嗎 在這裡 大哥 你好 我是人 有人跟我們說叫 螢火蟲族 就是你就是螢火蟲族 是 你現在在釣 採秋葵 看 看 最新鮮的 可是幹嘛那麼早 因為你3點出來採收 它晚上有那個露水 所以秋葵的顏色會比較翠綠 比較新鮮 白天 白天 白天如果太陽出來照射過後 它秋葵顏色會變暗綠色 所以等於是一大早來這邊採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剛長出來還是嫩芽 還沒有遇到 還沒有遇到太陽 對 遇到太陽就會變深色了 對 真相大了一個白 細胞來講說什麼 秋葵有絨毛 晚上採的時候 那種毛不會刺到手 戴手套就好 那是不是 絨毛是 都有的 對嘛 對啊 所以晚上跟白天採秋葵沒有關係 它主要是因為 深色而已 對 所以不懂就要問 大哥說 鹿草的秋葵 產量佔了全台灣的七成左右 所以凌晨3 4點的時候 在路邊田間 常常可以看到農民帶頭燈工作 變身成引火蟲竹的樣子 這個就可以採 這個可以採了 採怎麼採 摸起來 摸它的這個尾巴蒂頭這裡 它往下折 往下折 往下折就好 怎麼不會刺 怎麼不會刺 可以 你摸這裡 折下去 然後順便一個力道晚上拉一下 所以是摸這邊 不是摸這邊 我剛剛是摸這邊 努力在什麼 這邊然後刺這樣起來 秋葵它本身的龍毛 你只要手指頭摸過的地方 我們早上來採 它有那個露水 它乾燥之後 很明顯的手印就會出來了 有 我們在煮東西的時候 會這樣 對 所以我們在採都會摸這邊 對 也沒關係 要有戴手套就不用怕 對不對 怕賣相不好 賣相不好 是因為賣相不好 對 原來是因為賣相不好 不是怕我們手會不會癢 所以秋葵會想長在這種 沒有葉子的地方 它是一節生的 每節它就會 一節就會有一個秋葵 所以本來是這裡有秋葵的 對 像它現在這一節上來 這裡有一朵花了 有一朵花就是一個秋葵 秋葵是還沒開花的時候嗎 秋葵是開完花之後 結生的果實 它下午會凋謝 凋謝之後 這個就變秋葵 你就看到一個小的秋葵在這裡 對 所以它是 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所以出外景最好玩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很常常在出外景的時候 你可以學習到會看到什麼東西 它哪怕是早上幾點起床 好了 凌晨4點出發 總算是有點收穫 大哥說 採收完不能立刻去市場 還要先分好等級 才能夠包裝出貨 最高級的秋葵就是翠綠色 大約6公分左右 而且要長而且直 不過大哥說 它不只有新鮮秋葵 還有秋葵茶 來 這就是曬茶 這是有曬茶的地方 這個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這就是比較大隻 對 你捏捏看它的硬度 這個根本沒辦法吃 很厚 所以這是拿來曬茶 曬茶 這些你放在這邊是要曬多久 這個要曬60天 60天 兩個月已經連續曬 這幾天了 已經快乾了 這個大概在 25至30天 這已經曬25到30天了 對 你看 明顯喔 接下來呢 這個已經快好了 大概在10天 所以這個就是要煮秋葵茶 這個就是做好的 黃金秋葵乾 做好我會把它封起來 因為怕受曬 因為這個在日曬的過程中 你60天如果遇到連續下雨兩天 那就不行 就生瓜 整皮要丟掉 你可以用烘焙式 你講得好 用烤箱去烘焙的話 跟日曬的味道喝起來不一樣 真的喔 不然就不用這麼辛苦用日曬 你烘 有點陰天 對啊 沒有下雨還OK 那下雨怎麼辦 下雨就是貼進去 可是兩天下兩天怎麼辦 就丟掉了 前面就白費了 白費了 它一定會發霉 那你就先再烘一下 再出來曬 就已經發霉 你再烘那個 我說還沒有下雨的時候 你先烘一烘 不行 堅持 對 很多時候產品的堅持就是這樣 對 因為純手工日曬就是這樣 好 你說這個是茶對不對 那好 我們這邊 那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是要做茶包的 還做茶包 他們上班的話 就是方便他們說 直接用在保溫杯 你充號的 海未來不可能 整批都可以賣 一定有八分熟 九分熟 十分的 那個根本不能吃 那不能吃你就是要丟掉 那你丟掉 就是等於是把要丟掉的東西 拿來再利用之後 對 然後做成了茶 不是說現在這些可以吃 然後就直接把它做成茶 對 很好 這種精神值得學習 能夠吃的就拿來吃 不能吃的也不要浪費 像這種拿來曬乾做成茶 也不思為一個好辦法 只是大哥為了保持香氣 堅持日曬 這萬一下雨不就功虧一虧了 這麼珍貴的秋葵茶 不喝看看行嗎 沒有喝過秋葵茶 你有喝過嗎 沒喝過 一入口會誤認為是蓮藕茶的感覺 蓮藕茶還有那個有點像那個 麵仔茶 是 其實滿好喝的 我有煮那個延時的秋葵茶 新鮮的秋葵下去熬煮的 直接下去煮 對 直接煮 這兩個顏色 要煮多久 差不多20分鐘 過10分鐘就OK 聞的味道就不一樣耶 不一樣 是秋葵味 有差別性 涼涼 對啊 就是它裡面那個 果膠會滲透出來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 就有一個 清清涼涼 這個是我們 好黏喔 所以你不敢喝黏稠性的 你對這個一定不敢喝 而且這個味道又很重 但這個一定對味很好 對 因為只要有那種黏稠的 像山藥泥 秋葵 只要你喝上去有黏黏 就是對味 顧味很顧味 你如果不敢吃秋葵 可以嘗試喝個秋葵茶 清涼消暑又解渴 曬乾之後做成茶 已經沒有什麼黏稠感了 炎炎夏日 來上這麼一杯秋葵茶 可是江江好啊 這裡嗎 這裡嗎 我倆這個真的是 走到兩邊就想吃到哪 真的 他眼睛比味道 哈囉 這邊 這裡 你好 早安 這個是 這個是 家藝人的下午茶 滷熟肉 下午茶 下午茶 吃滷熟肉 現在才9點鐘 你就下午茶 現在下午了 滷熟肉 其實是不是就是熟肉 用肉的 不是 它是另外一個稱呼而已 出聲叫黑白切 黑白切 可是在家藝是不是叫滷熟肉 對 台南叫香腸熟肉 對對對 香腸熟肉我也附著吃 對對對 我要一個黑白切 我們等一下 我要一個滷熟肉 我們等一下必吃的給你們吃好不好 好 那個金桂跟地瓜米血 地瓜米血 地瓜米血 米血裡面會餐地瓜 吃起來比較乾淨 試吃看它 這個 前剛老闆說 四大天王 對 對不對 想必這個就劉德華了吧 劉德華 這是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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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它是已經洗到變這麼乾 這很乾淨 所以變很乾淨 可是 味道是好的耶 對啊 它的豬血糕裡面放了地瓜 所以它吃起來跟我們一般吃的豬血糕 口感很類似 但它多一個很明顯的地瓜詳情 可是它外面是硬口感的耶 它是手工的啊 它不是外面機器做的 老闆 你這個豬血糕裡面放地瓜是加大魚用的嗎 是加你家的 大魚用啊 當初怎麼會放地瓜 好像台灣也沒有人放地瓜 我剛剛只有交易室 那個地瓜香氣真的很明顯 你說說它是手工的時候 它其實去裡面是有很多空氣感的 就是不是像一般那種 鬆鬆的 對對對 吃起來口感很不一樣 我這個做算麻辣粿 做個甜 你們經過幾年啊 快九十八 八十多快九十年 你們就第四代了 第三 第三啊 你說這是什麼 這是金粿 所以看起來也是有放地瓜 好香的 沒有 蝦米很明顯 其實金粿每一家的做法可能會不太一樣 因為早期就是 先人他們比較酷苦嘛 就比較節儉 所以他們會把一些什麼 魚啊 蝦啊 那個肉都刮到 就是刮得很乾淨有沒有 然後加進麵粉啊 然後用點雞蛋 然後把它做成麵糊之後拿去吹 哦 對 就是以前就是Q是啦 那現在就是反而已經沒有 把粿刮下來 只是用比較簡單的雞蛋啊 或者是一些蔬菜 跟豬油 下去吹這樣 可是每一家的做法不太一樣 有芹菜的味道 有的有芹菜 有的有什麼 畢芹 一定 這金粿怎麼會這個鮮 這個加蘭瓜 還有蘑菇 蘑菇蘑菇 大同小益 加一四的大同 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很土美 對啊 這我第一次吃 連芹菜都第一次吃 芹菜也是第一次吃 芹菜也是第一次吃 很好吃耶 很好吃 對啊 那這塊是什麼 對啊 我們先吃吃看 這個不是一般那個松阪 那一般松阪比較貴的 這個應該全神的 我們有一次 蓋冰葉吧 蓋冰葉喔 沒有醃的公豬 這不是搞完吧 不是搞完 不是啦 蓋冰葉 那它搞完旁邊 那個肉還是 那個種豬 種豬在走 那海一海呢 這個 是肉 蓋冰肉 大口肉 它種豬在走的時候 會這樣晃晃晃晃 沒有 蓋冰肉 很脆耶 這麵肉很少 很少 這都是蓋冰葉 看它熟悉它 知道人家沒多 這比較厚 它吃起來超不像肉耶 很脆耶 來蓋冰 要還一個燒當的日子 很好吃 好吃吧 好吃 你不知道燒當嗎 我知道燒當 你知道嗎 你當時是哪一臉 哪一臉 怎樣 蛤 這個 九十年老店 吃到希望的同時 就可以吃到 解鞭肉 乾皮吧 我覺得蠻特別的 蝦蝦這邊 東市場沒事就來逛逛 還沒接觸我 繼續廣告吃 所以東市場這邊其實是蠻有傳統的 對很傳統的市場 一百多年的歷史 喔 這個 這個在台北根本看不到 對 西瓜麵 喔西瓜麵 這個熬湯啊 炒菜都很好吃啊 那是西瓜 它就是西瓜有沒有 它是一個藤蔓 然後拉到這邊 它有很多小西瓜 然後它就選一個比較好的西瓜 留下來 其它栽下來 那幾個小西瓜 會自己開會決定哪一個 小西瓜 你把它拿掉 喔 然後留下來一個 其他就來做這個 這個你知道到中南部 它一定可以 欸 妳這是A菜心喔 對 A菜心 喔妳看A菜心喔 有 冬天的 冬天的菜 這讚 涼拌草都OK 超級要再做那個 這個就是A菜心 對 A菜心 這個火鍋可以吃 對 菜心很棒耶 我喜歡A菜心 妳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A菜心 喔 那妳的飲食經驗 我覺得妳有必要 常常要出去外面吃 都吃吃東西喔 好啊 那妳從頭找我來喔 好 我要 我買 我買可以 我買兩支 妳這是只有下皮而已嗎 還是有更新的 有 有稍微有醃鹽巴 有醃鹽巴嗎 對 不然是比較脆的 但是這樣口感比較Q軟 對 比較Q脆 有醃鹽巴比較可以放幾天 不然每一天會酸 四個米 三顆 對,三顆 這妳自己是新的嗎 沒有,這個在產地那邊 就要削皮 然後就要處理了 有什麼可以買 我現在單純就想買而已 這是什麼 山豆要不要 有地豆嗎 酸 酸薑豆來 這是薑豆喔 酸薑豆 我超喜歡耶 這樣可以嗎 太多 好 雪梨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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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梨一起沖菜 沒有 沖菜又另外一種 沖菜有開花 這個是雪菜 只是它只有兩顆蘋果 這樣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有多少錢 我媽媽多錢 謝謝 你東西很多 你雞龍煮 好 你就跟我們表演 帶電視來給我 那沒問題 好 什麼東西好吃 好,你不可以嗎 不會 謝謝 你不可以嗎 沒有 太好了 接下來就是不知道要煮什麼 我們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來,謝謝 謝謝 不會 它是以 楊桃 楊桃冰為主 對 我已經看了我要點什麼了 我要楊桃加洛神 很會點 很會嗎 真的嗎 沒錯 是他們的招牌 耶 最烈飲 楊桃加洛神 我們這是原汁的冰沙 不是衛生冰塊 汽水是全省只有我們家在賣的而已 這邊是特有的喝飽 我的你幫我挑 蘆漢果烏美好不好 這個熬八個小時的 等一下,你這幾年開多久了 101年 101年結果蘆漢果烏美 這個蘆漢果烏美大概賣快八年了 八年 這是後來我公公在研發的 為什麼喝起來有香茅的味道 你喝喝看 香茅 對 這是隔壁老闆娘很愛喝的 洋桃加洛神再加汽水 洛神跟汽水不會搞的 不是,我似乎不賣 就是那個中藥行那個鮮渣味 要我們的洋桃冰尾加十多種的中藥 那你洋桃都濃縮意識自己熬的嗎 就是自己熬的 我們家賣的所有商品都是自己熬 像消洋桃季節的話 就是一次都是叫大概一頓的貨 家族就 我跟我婆婆我先生四個人 就在那邊消洋桃 清洗過後 立竿在切雞台的那種切子 切一切再到晚上裡面 撒鹽啊 撒鹽 對,要鹽三個月以上讓它發酵 發酵過後才打汁 它這個是不上味 空服盒也可以 幫我連兩盤牛肉跟兩盤豬肉 這也要來涮那個麻辣鍋 麻辣鍋都喝這個 要涮牛肉對不對 是不是 欸這個很古早感耶 好棒喔 這杯給我 哈哈哈哈 它整個這樣排隊的 這間是在賣 肉羹 肉羹 現在那個地方炸 然後剛剛岩路妳這樣拍過來 對不對 為什麼來這邊 因為它在這邊製作 超酷耶 我跟妳說為什麼要在這邊呢 就我們的經驗 就這麼多人排隊的 我們排會排到十分 所以不如在這邊先看 對不對 看完之後呢 跟它打好朋友之後呢 眼睛吃 不是,打好朋友之後 順便要去拿兩盤 說不定 說不定 妳現在在做的是肉羹 對,網捨肉羹 網捨肉羹 對 現在做網捨肉羹沒有捨嗎 欸,對 因為 這種比較麻煩 前面要孤立就是 妳做多久 對,我也沒有做多久 對 對 在我們公公的酒 我第二代 我們兒子來也是第三代 我們差不多七十年了 對 妳就說補毛了 補化毛 對,要補 有的會扣 有的會收補 有的會拉扯 是怎麼會拉扯 因為會拉扯到 對,上下去它會縮 肉圈沒有辦法 每一條都很平均很長 對 斷它的金 讓它不要縮 對 這真的是做手工藝耶 對啊,這裡沒吃過吧 從來沒看過耶 要不然妳答應我一件事情 蛤 我們錄影的時候看 專注對不對 在學習 但有一個重點 嘴巴閉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Lyze一樣 哈哈哈哈 我的大 要大開眼睛 大開眼睛 可是嘴巴可以閉著 對 我這樣子 甩了還一個 哈哈哈哈 很吃驚耶 真的這樣一公這麼大公公 對 它這裡面的料是什麼 畢奇豆腐 什麼 老子啊 我很少吃這個 因為我們家很妙 我們家遺傳就是 不是遺傳 就我阿公不太愛吃 變得我爸也不太愛吃 變得我也比較少吃 這更有個塊 才大更有 好漂亮喔 對 我沒有想過那個豬油 可以這麼美 美 對,很美啊 對啊 好空氣喔 你是不是又覺得我在大驚小怪 沒有我在想說 所以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 對,他們有拿兩卷來 我們已經用了在地人的關係 先弄到兩卷了 謝謝 所以可以不用拍子 我們在這邊吃 我們不要哭拳 不好意思 沒有啦,其實說真的 所以錄影大家也沒有體諒 來,妳 跟妳 你們三個去 好不好,快 被備好了 備好,快去 一起去啦 快去 我們要去看老闆子站 老闆站 好 走 等一下,妳吃了,妳吃了耶 怎麼只知道我跟妳啊 她還是不好意思過來 她還是...她還是不好意思過來 等一下,再彈一對 我們這樣不好意思 我們這樣不好意思 老闆,妳現在很久了嗎 一小時了 一小時 一小時 很開心 妳這樣又買很多嗎 先過兩條 沒關係,沒關係 所以妳看,這樣子 我們直接這樣子看 我去問一下那個人 這很難啊 不是啦 之前不是到這裡的 網路看啦 網路看 對啊 這邊,不是 老闆要給我們的謝謝 謝謝,開始 妳是這裡的 對 妳常常買 對啊,昨天沒有買到 今天在買 為什麼昨天沒有買到 12點 我說比較沒有人再來過來 結果沒有買到 賣完了 賣完了 妳不是在家吃到現在嗎 對啊 對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真的好吃 謝謝 謝謝 不要擋到人家 對啊 退 退 退到那個鐵門口 這樣子 好可愛喔 哇 那個上的好漂亮喔 你看 這個喔 大大的這個 這有白痴 可惡 因為你看得到 所以妳有心裡準備 所以她一開始 她是做一點 滿甜的 爆汁的 外面 皮的感覺 外面那個蟲子 它就是微生帶一點口感 它豬油香很好 它外面那個豬油 在什麼 豬油味道很香 但是它裡面的餡料 調味是比較有點淡淡的甜 還覺得很香 可以跟腹皮 蛤 沒有吃了嗎 早上起應該必須會有點甜味 然後肉也有調出味道 對 就是蠻清甜的 來這個嘉義真的覺得 我好像三十幾年就有點白活了 什麼東西都沒吃過 那你可能都沒有出來逛 嘉義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一開始我們跟大家聊過就是 嘉南本來就是在一起 嘉義這邊又正好有一些空軍基地 所以它這邊有一些本省跟外省 撞擊的一些味道 它這邊公司長比較特別 因為這是當時的集散地 所以這邊有很多的干貨也好 或是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演變到現在 它其實可以看到這市場的一些 歷史的軌跡在 那當然歷史的軌跡不只有建築物 食物又是很重要 你看我們從進來到這邊 隨便問就是八十年七十年 應該用十年都不敢來這邊看吧 這次是我的料理二訪東市場 在嘉義人的食堂裡穿街走向 發掘經典嘉義小吃 又增添了一筆我對老味道的記憶 而這次不只品嘗的老味道 在走走光耀的過程中 更是激發出我一些有趣的靈感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士的素食味料理 呵呵 吃飯囉